我們接下來這幾年發債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們通過發債籌集資金 去推動包括北部都匯區 包括洪水橋新發展區的這些發展項目 如果大家看政府的收入 你就會看到其實我們的利得稅收入 新鳳稅收入 這些每年都會有所增長 過去如是 未來這幾年都是 至於我們的土地收入 今年23、24年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當市場是比較平穩的時候 其實這個收入也會增加 所以我們發債主要的目的 不是用來支持我們平時的日常開支 是用來投資在一些基建項目 尤其是北部都匯區 以及洪水橋新發展區 以至到其他的一些工程項目 我們發債的時機都要掌握 在發債的時候 我們會留意一下市場的利率走勢 以及在發債的時候 有沒有其他的機構 都會在那段時間發債 在發債的時機會 在發債的時候 在發債時機都安裝了 在發債時機都要把 推出了一段時間發債